好 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大家應該都有在關心 這天氣狀況到底如何 今天感覺起來好像不是那麼穩定 的確從今天開始 天氣是有一些變化的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了解 其實未來這兩天 持續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在迎風面地區 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溫度上面也會覺得 稍微比較涼一點點 而這樣的天氣 會到星期四出現 比較一波的這個緩和 到了星期五 星期六之後 又有另外一波東北季風會來報導 因此這一整個禮拜天氣 不是那麼的穩定 至於明天的降雨狀況 我們從這個雨區預報上 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早上 這段期間 只有在東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 有些零星的降雨 可是到了明天降雨的區域 會稍微擴大一點點 在東部地區 包含像是在宜花東 都會感受到有明顯的雨勢 而另外在北部地區 也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 因此記得外出的時候 可以攜帶雨具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看到 明天在北部地區 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雲量稍微比較多一點 溫度是17到22度 另外我們要看到 在桃園是多雲的天氣 新竹跟苗栗是傾到多雲的 溫度比較偏低 是14到21度 繼續看到在台中 彰化跟南投 是傾到多雲的天氣了 溫度是16到26度之一 溫差大 至於在雲林加一跟台南 是傾到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16到26度 好 在高屏地區 明天是傾到多雲 溫度是18到29度 往東不走 來看到明天包含 像是在宜蘭會有降雨 花蓮多 雲台東 還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溫度是19到25度 至於在外島地區 明天在馬祖 金門跟澎湖 倒是有機會見得到陽光了 馬祖溫度還是比較低一點 是12到15度 好 那麼繼續要 帶大家來關注的就是呢 這個網友對於天氣方面 有什麼樣子的提問啊 其實呢 未來這幾天 大家都比較關心 在南台灣地區的天氣狀況如何 有人問說在南部 會不會降雨 還有加以天氣如何 目前看起來呢 天氣狀況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禮拜 會不會有機會出太陽 其實呢 在中南部地區 還是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只有在隱風面的東部地區 會有些短暫降雨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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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